帮大家打了一个样 我的确是踩到了一枚地雷 不过它还好是一枚模型地雷 虽然我又是按照 增加货1比1的用3D打印出来的 但这里面是没有炸药的 只有丰富的内构 我一会会拆开来给你们看看的 不过我得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刚才的操作是不是有错误 如果踩到它之后不抬起脚来 想办法将它维持在踩下的状态 它是不是就会像很多的影视剧里面演的那样 不会爆炸了呢 嘿嘿想多了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地雷 都会在踩下去的一瞬间就爆炸的 根本就不会给你任何钻空子的机会 还压着呢 那就是纯粹的戏剧效果罢了 武器上面要的不是吊着敌人的胃口 而是立竿见影的杀伤 比方说这枚美军在1955年到1974年之间生产的M14 地雷 引爆方式就是简单的裁上上面这个压力板就够了 它具体呢是这么工作的啊 这个东西啊叫做保险插销 当它插在地雷的压力板上面的时候呢 就会限制压力板的向下动作 你看等于是就从物理上起到了保险的作用嘛 所以在部署之前呢是需要将它拉出来的 这样压力板就能够被压下去了 压下它所需要的力量呢 大约为9到16公斤 基本上只要是轻轻的踩上它就能够激活它了 它的弹力啊是由里面的这个叫做叠心弹簧的东西来提供的 多说一句啊 这个叠心弹簧呢 虽然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是太熟悉的冷门弹簧 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其实是挺广的 尤其是在这种空间较为局促的地方 更是其强项所在了 我们回到地雷上 虽然此时保险插销呢已经被拉掉了 但它暂时还不具有任何的威胁 因为你看压力板上的箭头呢还指着S呢 S代表Safe 此时踩下压力板里面的机针并不会运动 所以你必须要将压力板的箭头转到A Armed武装之后 它才算是真正的做好了准备 现在踩下压力板 机针下移 撞机安装在地雷中心的雷管 雷管起爆 隐然周围的炸药 于是地雷便瞬间化为火球了 虽然不是那么大的火球啊 毕竟它就这么大点个头嘛 M14呢并不是为了把敌人给干掉 而只是为了让他们受伤 因为一个人受伤之后呢 势必会拖慢好几个人的步伐 你要去救援 你要去照顾 你可能还需要去参附着它撤退 这可比直接干掉一个人划算多了 虽然这么说呢 好像真的是挺没人性的 但是M14本身呢 就是没啥人性啊 它通常会跟反坦克地雷配合使用 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 以避免敌人前去拆除 因为它是一枚塑料炸弹 浑身上下 唯有这里面的这根雷管是金属的 所以扫雷气根本就探测不到它 你一不小心就会踩了上去 让拆雷变成踩雷了 很是狡诈啊 而且难扫除 也让它在战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更是让很多无辜平民的生活 直接就变成了噩梦 统计显示啊 每隔15分钟 地球上某个地方呢 就会有一个人踩到地雷 哎呀 武器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愿世界和平吧 愿这个玩意呢 就当个解压玩具来 是挺好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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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